国际电话区号是65 很浪漫的是 这家东北自助烤肉 一位也是65 这家店呢 是纸上烤肉 有时候我就在想 这张纸会不会更想被人在上面写字 而不是被烤肉 我从来没有想过 65块钱会有这么大的购买力 鸡鸭鱼牛羊猪都有了 甚至还有水饺和朝鲜冷面 可能是因为要赚钱 饮料就不自主 可能是为了不要有愧疚感 我拿了好多饮料 然后呢我点了一点点东西 全部倒进去吵了 问了一下老板 原来这个是牛舌 那这只牛一定舌苔很重 舌头都变白了 感觉他家最好吃的应该是鱿鱼 因为这个鱿鱼挺新鲜的 不是那种很犹豫的鱿鱼 是那种很干脆的鱿鱼 还讲一大块 这个鱿鱼吃得出来还挺新鲜的 不过这家店的肉我倒是觉得 很像刚结束冬眠的北极熊一样 公北极熊对小北极熊来说是个威胁 不过这只公北极熊 现在正忙着追求一只单身的母北极熊 北极熊的求爱过程比较复杂 母北极熊要考验他未来的伴侣 诶 要不要把你弄个征婚启事 真的吗 可以把你的年龄说出去吗 大家一定会很惊讶 都会夸你助言有数 想问一下你如果要找对象你要有什么要求 我替大家重复一下相关一致然后聊着来是吧 我对存款有没有要求 给我多一些 那你是多少 不多 对了顺便说一下这个包装的光明酸奶呢 是我喝过最好喝的乳酸菌饮料 这个酸奶唯一有病的呢就是它是餐厅特供 就是呢你在超市是买不到这种酸奶的 总结一下能有多大屁股穿多大裤衩 65能吃到这些我觉得挺值得了 最后呢记住千万不要多点 好 我喜欢大家 wahrscheinlich 好 好 看 好 我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